詞曲 李宗盛 吳上甚甚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翻到五十二页 今天就讲这个地狱评 一讲到地狱 我们一般大概心里总是会毛毛的 因为在六道轮回里面 地狱是最糟糕的一个境界 所以这一瓶很明显的就是要告诉我们 怎么样会下地狱 做什么事会遭感到地狱的爆 所以当然这边所说的东西 我们都要尽可能不去碰 那一般的说法里面 六道有三善去跟三恶去 也就三善道跟三恶道 三善道就天 人 阿修罗 三恶去就是地狱 恶鬼 畜生 这里面其实我们说我们在轮回里面 那轮回既然有这六道轮回 那事实上在每一道里面 都蕴含了其他五道 也就在地狱里面 其实也有地狱里面的天 人 阿修罗 恶鬼 畜生 人里面也有天 阿修罗 地狱 恶鬼 畜生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 因为我们说六道轮回在同一个法界里面 所以在我们的身心里面 其实同时呈现着其他五道 也就你看起来是人的样子 但是你可能当下是天 当下是阿修罗 当下是畜生 当下是恶鬼 当下是地狱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 因为一切都是从心所现 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当你的心是现天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是天人 你心事呈现了强烈的撑怒的时候 这时候就是地狱 你内心有强烈的贪欲的时候 这时候就是恶鬼 你内心有强烈的愚痴 也就完全不讲道理 这时候你就就是畜生 我们常会骂人家畜生 这个人完全行为完全不合道理 那反过来讲 你依着道理 但是用强而有力的表达 表达你的以为的道理 然后里面带着撑怒 带着我慢的时候 这时候叫阿修罗 很有度量 很有修养 这时候你是天人 这时候你是天人的表现 是天的表现 所以我们就要晓得 我们常常讲说 唯心净土 也就是佛的国土 其实也在你的心里面 那一样的 唯心地狱 唯心恶鬼 唯心畜生 唯心六道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那个佛法里面 也就是说从智慧的角度 从究竟的角度来探讨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心 给处理好 让他能够如理 然后用这个如理的心 来指导你说话 用如理的心来指导你 作为 那么你就是在修法 你就是在提升 自己的身心的境界 那反过来讲 如果没有把它控制好 那事实上一切都会错 所以我们在讲五戒的时候 人的五戒是杀到云忘酒 就不杀生不偷盗 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那酒就包括了所有会让你上瘾的 那不仅仅上瘾会破坏你的心的清静性 稳定性 自主性的 其实这些不管是喝的 嗅的都不能碰 那不能碰呢 当然不是说绝对不能碰 他当要饮子的时候 或者比如说现在我们也一样 当你要开刀的时候 你必须用一些麻啡 什么就让你减少那个痛苦 那这个很明显 也就是第五戒 那个饮酒戒 当你把它当药来作用的时候 其实它是OK的 我们净它是因为用了它 如果过量的时候 会造成我们脑筋不清楚 自主性低了以后 那么前面那四个东西 可能你就都犯了 就杀到云忘 你都会犯 就是说像那个 昨天不是余天的儿子又去搞什么 就是说你在喝了酒以后 这时候可能就理智就会失去 然后就很容易犯杀戒 杀戒的前面就斗殴 打红了盐可能就杀了 那一样 酒喝下去以后就乱性 就会叫女人什么之类就来 酒喝了以后说话就不算数了 讲什么都说我忘了 事实上那时候你在表达的时候 是完全清楚的 一般我们是借酒装疯 其实他那一句话老早就想讲 但是没有勇气 就喝酒壮胆以后 就把真心话给讲出来了 所以你要晓得一个人修养到哪边 用酒灌了他以后 就可以撤出他的修养 他这时候不会装 所以从佛法的角度或者说从实相的角度 其实真假值不是表面 我们常常是希望去探讨的去了解是他真正心里面想的东西 当然修养就慢慢把这个想的事情都把它弄对 所以到天人的戒也就是守时善的时候就把心拿在第一位 叫做心不贪撑吃 心不能贪不能撑不能吃 然后口再摆第二位 因为一定是有心然后才会讲话 所以口是不恶口 不从舌 从舌就是扮弄是非 恶口就讲难听的话 那不启语 不妄语 启语就讲滑而不识 那个启力那个启 就秘字旁一个奇怪的启 启语就是花而不识 就好像很漂亮 也讲得很美 但里面没有真正的内涵 也就我们现在所谓聊天 那个聊天不是什么坏事 它最坏就坏在哪里 坏在杀你的生命 你在聊天里面就让你的有用的生命就这样泡掉了 所以现在呢 现在人自杀越来越多 就让自己的生命越来越短 整天玩手机 你可以想一想 你一天套那么多时间在Line 在Facebook 在什么里面 到底有哪些事情是真的有价值 绝对没有己见 但是你就整天就在那边被它套住 所以有时候这些科学越发达 越方便 我们就越做不了主 因为随时谁都可以通缉你 那你为了要表现自己 随时都可以把自己牺牲掉 就有求必应 人家打来你就要马上回了 什么这些 随时要人在线上 什么 这个其实都是现在时代的病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 当然福报很大 但同样业障也很重 几乎做不了主 我们整天在忙的事情 没有几件真正有意义的 这是一个共业 所以叫做梦法 这个杰拙 就是这个时间走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落入这样子的共业 共事里面 然后就被在那边玩 被在那边耍 包括我们最近 那个伟大的长者 孟参老儿上 那往生了 那就很多就利用这个 然后在那边开玩笑 开什么玩笑呢 就是铺出它走的时候 哇 那个天象怎么样 然后隔天就铺出很多 那个很漂亮的 所谓的色力花 什么一大堆 然后到最后 那个真荣室 就是孟参老儿上 那个寺庙发出声明 说那些都不是 那些都是假的 这个不是很开玩笑吗 那因为我们学佛 我们也很敬仰它 所以当我们看到 这个天有异象的时候 然后又有那么多色力 我们心里面很欣慰 总算在这个时代里面 还有一个可以抬得出来的 可以交差的一个大修行者 心里面也予有荣烟 然后就开始传了 就是给我 那我就把所有朋友的都传出去 就到最后一场空 我们变成被耍 变成共犯 所以如果没有智慧 单有那颗好心 其实成就不了什么事 所以我讲这件事有感而发 因为就在最近 传得很热闹 那当然我们只要有一点点智慧 你大概一看到就晓得那是假的 因为那个很明显看起来 就不是一个人的东西 也不是一个时间的东西 所以很多 当然我们也知道 一个人真的修得很好 也不一定要有色力 也不一定要有 当然我们晓得佛陀有 那佛陀为什么有 我们常常讲说 色力是怎么形成的 色力其实是定力加上愿力 我有充分的定 然后再加上我有这个愿心 希望留一点东西 让后人能够纪念 能够产生信心 因为我留下这些东西 让他们知道 修行是可以怎么样的 是可以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 OK 那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用有没有色力来评判 一个人有没有修 那是不对的 因为一个人如果真的什么项都不着 就好像一个自在的人 神龙见首不见尾 一个自在的人是不会 怎么讲 他不在乎人家 在乎不在乎他 我们都是平常人 我们会觉得我们是有责任的人 所以必须要随时让人家记得我 找到我 然后发挥你的重要性 这是我们一般的人 但是这个如果是正面的OK 正面也就是说你是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 你有存在的价值 人家才会想到你 但是现在大部分我们在新闻里面报的 几乎都是负面的多 人家想到你都讨厌的多 所以这里面当然就是要慢慢的把这些也能够放开 你不落到三恶去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有恶业 三恶去就叫恶报 也叫恶道 三恶道 三恶去 去就是去的地方 去向你会跑到哪边去 所以三恶道 当然有恶就叫恶 它是由恶业 就不好的行为所遭感 而善去善道 是由善的行为所遭感 所以我们若取善念 然后行善行 那就遭感善报 得到善报 反过来讲若取恶念 行恶行 就会遭感恶报 这个是这个评所要讲的内容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 一起念一下 说妄语者 堕地狱 或已作而言 我无作 此恶恶业者 死后 他是同受地狱苦 第一个就是说妄语 其实我们 哪一个人不说妄语 哪一个人不说 当你晓得你做错事的时候 然后说了真话 会被处罚的时候 有几个人 有勇气 说妄语 能躲着躲 能闪着闪 但是这好像很聪明 要保护自己 其实是很笨 因为你如果说错话 然后就承认 那个错的话 马上就一笔勾销 这个是在我们心里面 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做什么事 都是由你的心起 然后这个现行又是从你的心的种子来 所以现行又变成种子 种子又起现行 那我因为无名 因为不懂实相 不知道 所以讲错话 因为或 就是不清楚 而讲错话 其实没有罪 不知不罪 但是我知道错了以后 你如果把它隐瞒 那就开始有罪 然后进一步 如果知道错了 承认错了 那件事在你的心里面 不会造成困扰 不会造成挂碍 所以诚实真的是最上策 东西都这样讲 东方的圣者 西方的圣者 都是这样讲 诚实为上策 为最上策 那我们在这边讲妄语 他直接就跟你讲 讲妄语会多第一 那我们刚刚讲过了 地狱 其实是三恶去 三恶报之一 那地狱指的就是 强烈的痛苦 你如果讲了 最大的妄语 那就会堕到地狱 所以在佛法里面 讲妄语里面 又分成大妄语 跟不是大妄语 那什么是大妄语呢 我们可能不知道 在佛法里面 真正称得上大妄语的是 未修 未修 就没有修 未是未来的未 第二个未是讲那个未 就严味 严字旁 严味那个味 没有修 然后告诉人家说你有修 然后没有证 告诉人家说你有证 就是没有体证 然后告诉人家说 你已经证到怎么样 證到 譬如说 我已经是证到 出地恶地 或者出禅恶禅 那事实上 你完全没有 那用这个来 逛货人 这个叫大妄语 这个会下地狱 所以也有人说 这个地狱门前 生占多 就出家人 那出家人为了要 让人家尊敬他 那就会作怪 因为人家看不到他在干什么 然后说就 又说 看人家来说 我今天早上就知道你要来 我在这边等你 那个 所以反正这些最好是 即使真的知道 也不能说 即使真的知道 也不能说 那不知道 喜欢打妄语 打妄语 那个大部分 因为你讲这些妄语 你的目的是什么 也是一样 这个错的离谱不离谱 跟那个结果 很重要 我讲妄语 如果是要帮忙你的 那这个妄语会不会下地狱 不会 因为里面很明显 是善的动机 而且可能这样造成的是善的结果 动机也是善 结果也是善 怎么会有过失 没有 所以这个叫做方便妄语 就是我透过我的智慧抉择 我觉得我不能讲实话 但是我觉得没有恶意 不是故意要隐瞒什么欺骗什么 而是为你好 那这个是OK的 所以在这边当然 也要很小心的去理解它 但是刚刚为什么讲说 未修 未修 未证 未证 是大妄语 要下地狱 为什么 因为你讲这种妄语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要欺骗对方 更进步目的是要 要 就是说取得对方的信任恭敬 甚至进一步供养你 顶礼你 那你就可以想一想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 你根本就没有功德 你为什么要人家供养你 你根本就没有智慧也不慈悲 为什么要人家顶礼你 所以这个当然罪过就很大 所以我们说一个行为 或者一个意念 它的过失道理有多大 要看你的动机 那更要看它产生的影响 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里面当然要很小心 好 那么接着说 或已做 就是自己有做 但是偏偏说我没有做 就不敢承担 不敢承认 那这个问题大部分都出现在哪里 统出柔子 那当然就不敢 不敢承认 这所以会有宇作 言我无作 那反过来讲 我们也常常会犯一个毛病 看到有功 其实我没有做 我告诉别人 那是我做的 你看要不是我不会变得这么好 其实你一点都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当然只有讲一半 那一半我们也要自己套进来 如果有功的话 你没有做就不要说你有做 如果有过的话 你有做就不要说你没有做 这个就是一个承担 另外一个就是如实 好 那我们如果不如实 欺骗的是谁 当然就欺骗的是你 那有智慧的人 他就要正实相 没有正 没有智慧的人 偏偏就要扭曲实相 所以只要你扭曲实相 就代表你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就是迷惑 就惑 惑自然就会造恶业 造恶业就造感恶报 就苦 货业苦 就这样起来 所以这两种人 这两种状况 这两种不好的行为 的行为者死了以后 这两种人来世 都一样会受到地狱苦 也就到地狱受报 那也不要讲到地狱就很恐惧 我们刚刚讲 其实就是恶报 苦果 就会得到苦果 那苦果的严重呢 我们就说受地狱报 或者受地狱苦 好 第二个 多加沙残景 恶行不节制 恶人以恶业 终堕于地狱 多加沙残景 这句话 其实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太难 我晓得 当然到中国以后 衣服都用穿的 但是在南传或者在印度 那个法医呢 是这样批的 所以每批一个四五瓦翼 大概手就要绕头一次 所以它就要残头 残景 就每一个都挂在这个地方 所以多加沙就 我们晓得加沙还分好几个层次 也就是说加沙批的越多件的 那个地位是越高的 尤其譬如说像我们可能就要批主衣 批那个大红衣 这个都是 所以就好像我们一般老板 以前就是那个钥匙拿的越多的 就代表他的所有权越多 拿很多钥匙的 一般这个如果在寺庙里面 大概就是当家或者住持 他会取身体上很多钥匙 尤其在藏传 那个当家都是一大串的钥匙 那钥匙越多就代表你管的 那个殿堂越多 好 那么这边 所以这边指的就是出家人 在家的人不可能穿袈裟嘛 所以一个出家人 如果他恶行不结识 明明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好的 然后不会去自己管理自己 不结识自己 那么他很明显 行恶行的就叫恶人 所以恶人 这个坏人 这个坏蛋 因为他坏的行为 我们只要看到业 你都把它改成行为就对了 恶业就是恶的行为 然后行为里面又包括身口意 身体的行为 嘴巴的行为 心的行为 只要是一个行为不端正的人 你就可以称为恶人 恶人自然就遭感恶报 恶报里面的最极端 最严重就是地狱 所以他都是 说到地狱 就是莫以善小而不为 莫以恶小而为之 因为姬小善可以成大善 同样姬小恶 就会变成大恶 大恶就招感大恶报 就到地狱去 所以这里面也就是说 我们的行为要跟我们的身份 要相应 千万不要献出家相 结果行为不检点 这个当然就会受恶报 好 第三个 若破戒无至 受人信尸时 不如吞铁丸 热从火焰出 我们小的定义里面 有八热欲八寒欲 有八种是一种热的苦的 有八种是冷的苦的 冷到极端 冷到让你全身都破裂 碎裂 热到我全身都出火 就在我们说下油锅 吞铁丸 这个都是八热欲里面的一种果报 所以这个说 如果我们破戒 然后又不晓得去忏悔 又不晓得去不再犯 也就变成雷幻 那明明自己的行为是有过失的 也就是没有什么功德的 然后又受人信尸时 就受这些信徒 然后让这些信徒来恭敬你 来供养你 来布施 当然我们下队上都叫供养 所以在这边也要稍微提一下 当然我们必须恭敬三宝 供养三宝 但是被供养的人 不能认为理所当然 这里面当然没有人 没有 佛不是人 法也不是人 只有生是人 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供养三宝 那我们会接受供养 当然是人 那人你接受供养的时候 就要常常反省一下 摸摸自己的头 也就是反省 回忆回忆 我真的值得人家供养 所以真正的沙门 沙门 沙门是启示 去吃 上起佛法 下 向众生起食 来养摄身 那上起佛法来养慧命 这个起食来养这个生命 肉体的生命 起法来养自己智慧的生命 这个才是真正的出家人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行为都没有什么过失 接受人家供养的时候 一定要用感恩的心 我怎么有这么大的福报 能够接受你的供养 就用惭愧 用感恩的心 而不是理所当然 我接受你供养是给你机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很麻烦 随便去接受那供养 还不如去吞铁丸 因为那个铁丸就是吞那个热热 通通的东西 吃下去最多就伤你的嘴巴 伤你的食道 但是如果接受人家供养 而是用恶的行为 接受人家供养 用恶的动机接受人家供养 那个下去不是只有损害你的身 损坏你的贿命 损坏你的夜报 那个生生世世要受苦的 所以这些吞铁丸 当然会不舒服 但是说实在的 有一种让我们更不舒服的是 让我们随时心都在热闹中 热从火焰出 热闹 那为什么会 你为什么会身心不安 为什么会随时在烦恼里面 为什么会随时那个火冒三丈 也就是说你的心一点都不清凉 不寂静 不安 心不安 那为什么心不安 很明显你的行为不够清净 为什么心不安 无功不受禄 你凭什么接受人家供养 所以这个当然都是对 我们晓得这一部经 当然最主要的对象是这些出家人 那当然我们虽然现在不是出家 但是我们也是可以讲说是 想就佛弟子 想过比较有智慧的生命 想慢慢的能够离开造作 离开欲望 身心能够清凉自在 所以佛有四众弟子 出家两众 再加两众 出家两众就是比丘比丘尼 那沙弥沙弥尼跟四叉摩那 就叫五众 但是他不入生树 也就不算是出家众的两众 一定要受完聚足戒以后 才是就出家的两众 就比丘比丘尼 那我们在家的人就是 幽婆舍 幽婆仪 在家然后也去守五戒 也去甚至进一步受菩萨戒 这个就属于幽婆舍 幽婆仪 那这四众弟子 通通是佛弟子 也就是说 慢慢的都要过觉醒的生活 这个是佛弟子的一个 自我的期许 也是自我的规范 所以这个祭 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你要接受供养 那一定要把你的行为 弄正确 值得人家供养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金刚经》里面也这么说 你供养 有种如恒河沙树的什么宝贝 来供养十方诸佛 其实这种功德比不上 供养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因为你供十方诸佛 锦上天花 当然你供养一个真正的修行者 是真正的就 我们说这个钱要用在刀口上 那所有你的福报 要布施要回向也是 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那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说这些真正的修行人 你供养他一点点 他产生了那个感恩的心 回向的念 其实无穷的 这个当然就从我们现在 比较喜欢想的 就是经济效益 就我们做什么事 其实是最聪明的 你随便布施乱布施 结果大部分 就像我们现在 那个福利政策很好 包括保险 那个健保也很好 但是健保 大部分都浪费在什么上面 浪费那个没病装病的 小病当大病 只要拿了药就好了 大部分都这样子 被浪费掉 所以一个好的政策 到最后 所收的效益 不是那么大 这个就是一般的人 没有真正用体贴的心 或者用智慧的理念 在看事情 那我还是再宣传一下 我们当然都要教健保 但是我们要教健保 把这些健保的机会 让给真正需要的 那我们本身就尽量不要去用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无相互失 你完全不照做 你只是尽你一个公民的责任 我们教我们该教的 但当你不去受用它的时候 这时候就变成把这个机会 让给更需要的人 那如果每一个都想抢 都想捞本 我交一百块 我不能浪费一百块 那其实到最后就 政府整个买单 那到最后其实我们自己 就把机会给失去了 所以从这些小小的地方 我们如果能够着眼 其实我们的心就已经开始在 有智慧 有慈悲 那智慧就是晓得 其实你如果生小病 不去看医生 它会增加你的免疫力 你的免疫力会越来越高 就好像以前我们的重牛痘 打预防针 其实它是用小毒 来引发你的免疫系统 强化你的免疫系统 所以一些小病 其实是让自己身体 更有免疫力的一个增上源 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很严重 那所以千万不要小病就去看医生 因为你拿了药回来 它一进来一杀 把你的免疫力降低了 那二方面呢 让你的身体里面慢慢的飞 有它不可 所以讲严重一点 那是一个共犯结构 就到最后跟那个麻灰一样 你越用就 剂量就要越大 所以 那这个是从现实 事实上的探讨 然后从身心本身上 进一步的探讨 我们 布施都来不及 千万不要讨便宜 我们交一百块 你就不能用两百块 为什么 你欠众生 欠众生如果 它也是跟你同样的想法 你都可以抢 我要抢兵力更多 那反过来讲 你如果欠的众生 是这些真正要布施的人 那事实上是成就他的布施 这些其实蛮细的 你要去帮别人 他愿意被你帮 你要感恩他 因为他成就了你 能帮别人的这种行为 可以完成 所以从学佛的角度 或者从智慧 从实相的角度的思考 就不是像一般人 那么现实 那么自我 那么自私的想法 但这种想法 才会让那个善德力量 慢慢扩散开来 这个社会才能够改造 那外在改造 你才能够改造 我们再讲生活化一点 也就是说你如果对周遭的人都不自私 都很慷慨 都很愿意帮忙别人 你可以想一想 你一定很得人员 到任何地方人家都欢迎你 就这样 那你福报当然就越大了 你就无处不安乐 你到任何地方都是好朋友 到任何地方都没有负面的一种压力 那反过来讲 你如果都喜欢讨人家便宜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 那种食材吃出来 我买东西一定会去找 我比较熟悉的朋友买 那他就善用你这种关系 一百块 那时候胜利能够好 你还感恩在心里面 但是当你去别的地方一看 怎么才一百二 你心里会怎么想 然后那个卖你的 明明一百块就可以卖你 他卖你两百块 他心里其实很怕你再来 一方面希望你再来 因为你是肥羊 你来我都赚 他又怕你来 把他的底牌新开了 所以我们只要是不如实 其实心里面都会有那份不安 千万不要 不要这样子 不要说贪下去就尽量给他贪 多捞一点有什么关系 其实你如果深信英国 你根本就不想讨人家便宜 也就是说 布施都来不及了 何况是 得不义之财 当然我讲这些 其实绝对不是说 我们不能赚钱 又很明显的 如果同样一个东西 你卖一百二 别人卖一百三 你就慈悲的 让那个买的人省了十块钱 不要想说我赚他二十块 本来就将本求利吧 你要为了让他能够长期的经营 你一定要有利润来回馈 你才能够再越做越顺 越做越大 越做服务众生的机会越大 所以就看你怎么想 也就是这里面很明显 为什么不能贪嗔痴 不能贪 不能逮到机会就想多捞一点 我觉得我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维持 一个正常的印作就好了 这样我们就心安理得 好 再看 放逸云人妻 必遭于事事 获罪 睡不安 毁山 地狱事 我们一般保暖施淫欲 吃尿有肉 请尿有烧 然后就进一步就可能就会 在那一方面 就会比较随便一点 而且会比较有动机 那为什么说要有夫妻的志 因为夫妻我们称它为 正淫 就正当的男女关系叫正淫 邪淫呢 就叫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邪就不正当 所以在这边放逸 云人妻就是邪淫 所以云人妻一定会遭受到四种结果 四事就是四种结果 第一种呢 现在很明显 你当小三人家告你 你就获罪 你去淫人妻 人家告你通奸 获罪 还有 第二个就是睡不安 你去欺负人家 那那个朋友啊 如果知道 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如果做了坏事 尤其是侵犯冒犯别人的身体啊 尤其是破坏那个关系的时候 你一定晚上睡觉睡不安 那第三呢 就会遭受毁谤 因为当人家都说你是一个疯狗 是一个射狗 是一个淫徒 那这个就是说 慢慢的这个不好的话 不好的批评就会到你身上来 第四个 那下一辈子 你可能就要到地狱去报道 所以这个就是云人妻的果报 所以这个讲得很确实 而且很精准 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事情的角度来看 其实所有这个世界上 一个真理就叫反作用力 你怎么样是对别人 人家就怎么对你 所以另外的经典里面也有提到 如果我们云人妻呢 以后或者这一世 你的妻也会被赢 你的妻女 这个就反作用力 就是如是因如是果 所以我们 难道真的希望 我们的妻子 儿女去给人家欺负吗 但你若要 不要有这种果报 你就不能造这样子的业 这道理就这么简单 所以从佛法来讲 所有的戒律其实一点都不勉强 他就把真理把事实告诉你 那做不做 你觉得怎么样 那你自己决定 所有东西都是自作自受 福也是你争取来 货也是你争取来 好 再往下看 这个是从上面那个记再接受下来 再接着下来 你如果去云人家的妻 那么你的行为本身就不是善行 非福就不是善的行为 而且会遭感恶趣 你以后会受恶报 那我们如果造非福行 就是不是善行 也就是恶行 然后以后又知道自己会到三恶道去 那会怎么样 你就怕死了 因为死了你就要去想法 所以随之恐怖 都在当下而且乐甚少 你云人妻可能快乐一下子 但是过去就通通充满着 负面的情绪跟感受 那如果刚刚不是讲获罪吗 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那国王可能就加给你重罪 这国王指的就是法律 国法就会加给你重罪 所以千万不要淫他妇 也就云人妻 这两个其实是一个 两个妻合成一个 强化一个 就是我们千万不要邪淫 好 不善直孤沙 折伤害其手 沙门作邪行 则趋向地狱 这边有问题的就是那两个孤沙 孤沙 孤沙是那个寇沙 寇沙就是梵文 梵文直接翻阴 可能那时候在翻的时候是此方无 也就在翻的时候 他不晓得中国有没有这种植物 事实上 就是茅草 茅草就是那个 你莫会割你的那一种 那个茅 那不善直茅草 直接把它翻过来 就是说你如果在拿那个茅草的时候 你不晓得怎么拿 不善巧的去拿它的时候 你就会伤害你的手 一不晓得一摸就割伤了 以前当兵打到野外 你不小心就割着满手满脸都是 因为那个还蛮锐利的 讲到孤沙 茅草呢 其实那时候我们晓得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它一定是登地的菩萨 所以一般的武器 要杀它的时候是完全使不上力 杀不到它 那当然那时候它跟外道辩论 每辩必赢啦 它智慧无碍嘛 辩才无碍 所以外道就恨它恨得牙痒痒的 随时都想暗杀它 那怎么暗杀它 用各种武器就是杀不到它 那后来就去请问一个有神通的 那这个有神通的当然就有点定力 他一看龙树以前在修行的时候 那随便就是那个茅草 他要经过这个茅草林的时候 用刀子就把它损掉了 把它割掉了 他看到了这个 他要告诉他 真正能杀龙树的 你就去拿一根茅草 因为这个茅草 是以前他伤过它 就有这种恶业 恶行会有恶报 所以真的果真 他拿了这个茅草 去把龙树的喉咙割伤 所以这个呢 其实当然这个是在戒律里面的 一个一则故事 所以这边就有这个引申出来 我们做什么事 如果不小心 不晓得善巧 不晓得什么对跟不对 然后就随随便便就动手 那很容易就自己先受伤 那所以接着下来 他说一个沙门 沙门就是出家众 一个出家人 或者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他如果做邪行 做不正的行为 那么唯一的去处呢 就一定是向善恶去去 那最严重就会到地域去报道 也就是说我们 对我们的行为如果不小心 那事实上常会受伤 那我们对我们的起心动念 就是心的行为 如果让他落到贪身吃 那就是贪 刚刚讲过 贪就恶鬼道 春就地狱道 那吃呢就是出生道 那口呢也是一样 口你一讲恶语 恶口的话 你就跟人家结累事不结的恶 恶因缘 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 你若跟一个人吵过架 这个人一辈子都会记住 不仅仅这一辈子记住 下一辈子有机会碰到 他还是看到你就讨厌 所以我们也会发觉 怎么会很奇怪 我们对某些人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但为什么一看到他 心里就不舒服 你一怎么想都想不出原因 那个就过去结得恶缘 一看到你就讨厌 一看到你就不想跟你讲话 因为过去是曾经恶口 这个很恐怖的 尤其那个越恶劣的 就是说打动你的心 那个心的深处 越痛苦的 你记得越久 生生世世 所以千万不要 莫以恶小而为之 那在这里面 恶的行为一定都来自 强烈的贪嗔痴 所以真正的修行的关键在哪边 看着自己的心的起心动念 把它看好 它如果产生了强烈的贪嗔痴 就要赶快把它消灭掉 那当然我们可能会觉得 没有那么简单吧 我的习气就这个样子 我的个性就这个样子 我容易生气 我怎么可能叫我不生气 那是你看不起自己 那是你没有智慧 那是你把你的情绪 跟你的起心动念当真 你生气 你可以试一次看看 我心里面很不舒服 那如果过去 我一定讲话就大声 颜色就不好看 甚至拳头可能就出来 你试着一次看看 当你很生气的时候 赶快放空 放空是什么 不是要去压那个念头 赶快把它转成深呼吸 你越生气就越深呼吸 越吸越重 你吸三口气以后 再来找那个生气 你可能就找不到 到底这个生气是真的还是假 你真的有习气吗 是你纵容你的习气 不是你真有习气 所以这个就是智慧 这个就是法 你若有智慧有法 慢慢就可以把习气 把它消除掉 所以不怕 不怕你的习气多重 也不怕你的脾气多大 也不怕你有多贪 也不怕你都不讲道理 你只要有法 能够依法奉行 那法究竟的法是什么 什么是第一异地 什么叫圣异地 什么是最究竟的 就是空 空性 空性就没有自信 生气没有自信 讲谎话没有自信 大妄语没有自信 贪没有自信 吃更没有自信 你懂这个道理以后 你就可以转它 你为什么不能转它 你以为它有自信 以为它有自信 也就是以为它是真的 那当然就被它带走了 你若晓得它不是真的 那你就可以慢慢地转它 就不会被它骗 你是被那个假的 把它当真被它骗 你说它是假的 你知道它是假的 怎么会被骗 生气是假的 习气是假的 脾气是假的 慢慢它就动不了你 试看看 有些人都 你修养很好 好像从来没有看你生气 我说我没有修养 我不晓得什么叫修养 但是我只知道 我不找自己麻烦 也不找别人麻烦 生气干嘛 何必呢 完全没有意义 如果生气可以处理事情 那生气还有点意义 问题是生气既不能处理事情 只会把事情越弄越糟糕 把自己越弄越不是人 你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人 但是当你生气的时候 你的人格就不见了 你要对你的尊重就不见了 所以不要找自己麻烦 好 再往下 诸有谢舵行 即染污戒行 怀疑修犯行 以不得大火 这个就是因道果 你造什么因 道就是说你做什么行为 那就会召感怎么样子的果报 所以我们不是说要 六度里面 就是不失词戒 忍入精进 然后禅定智慧 所以精进 是修行里面很重要的 就好像我们读书 如果功课要好 成绩要好 做事也一样 那结果要快 要好 要准 那一定要精进 精呢就是掌握到 什么是对的 进就不断地强化那个对 这叫精进 所以诸有谢舵行 那一个人为什么会 什么事情都成就不了 他懈怠 他懒惰 他看不起自己 他让自己没事看 他让自己的生命没有价值 这个就是谢舵行 那一个谢舵的人 他就什么都无所谓 所以谢舵的人 懒惨的人 很容易犯错 而且因为他懒惨 谢舵 所以都想投机取巧 喜欢讨人家小便宜 所以他的起心动念 他的行为 几乎都是污染 会污染你的戒行 戒就是行手当行 直手当直 你应该去做 就要去做 但谢舵的人 应该去做 他就偏偏不做 那个直手当直 应该不能做 他偏偏要去做 这个就谢舵的人 所以谢舵几乎 就会跟染污 跟恶业 会扯上关系 而且他为什么会谢舵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他会怀疑 修患恨 就是说 何必呢 修行有什么好 你看 谁修还不是一样 那么穷困 还是人家都不喜欢他 就举一些负面的例子 来怀疑修患行的功德 甚至前面有提到云人妻吧 那这时候也小时候 你看 他们夫妻都很忠贞 一生不幸 你看某某人 三妻四妾 他福报多大 所以何必呢 这个就都是 就要怀疑修患恨 那犯什么是犯行 犯行就清净的行为 如是因如是果 清净的行为 必然遭感清净的果报 那我们从善恶角度来看 因为 所有的果报 绝对不是当下生 不是现前照做 就马上可以结果 我们先不要说我们的果报 你就先看 随便种一个植物 也不能马上种 马上就有果 那我们常常会看果 然后来推它的音 不对 不能这个样子 就果其实是很长远的音源 在这时候凑足的显现 你不能 绝对不能拿这个果 就来判断这个人的行为 也就是说 一个人很有福报 其实是可能它过去 行很多善行 结很多善缘 虽然这一世你看起来 它好像没有结什么善缘 没有行什么善行 但它受那个果报 是过去结的音源 那现在它虽然没有做好事 但是恶报 没有马上及时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这个人杀人 明明有杀 但是它躲起来 也没有被露营 露到 那它可能可以 这辈子都不受报 但是真的逃得了 绝对逃不了 然后它下一辈子 因为有隔音之谜 所以也忘了这件事 但它哪一天 突然人家在射拔 砰一下子弹到它身上死掉 它明明没有杀人这一世 没有杀人 那它为什么被杀了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不是现实到说 你现在看到了就代表全部 我们身心因果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因为果要现前必须有因缘具足 那因缘什么时候会具足 不晓得 不是我们能掌握 但是我们一定要身心因果 如是因如是果 善行得善报 恶行得恶报 绝对跑不掉 不是不报 时间未到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当然就说 我做什么都我自己要承担 我自己要受报 那为什么要找自己麻烦 现在爽一下 乐一下 然后接着来的就那个心的不安 很怕东方事发 就被揭穿了 那何必呢 不需要 所以我们孔老夫子也在 也这么讲 孟子也这么讲 就是人要不愧乌肉 就是坦荡荡 心安理得 那半夜真的有敲门的声音 你也不会怕 真的有奇奇怪怪的声音 你也不会怕 因为你心安理得 反过来讲 你如果曾经做过坏事 打雷 你就开始恐惧 还是突然 那个东北风 晚上又睡不着觉的时候 就想入飞飞 所以 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这种反应 因为它就在你的八识田里面 你所有做过的事 都记录 不是举头三尺有神明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八识田 都在帮我们的行为做记录 不是谁帮你记 所以那个是另外一种说法 但事实上是这一种说法 我们这一次做过什么 也很明显的 那个强烈的善 强烈的恶 你随时一想 就想起来 但那个无忌的 就不是不善也不恶 大概过了 你就好像忘了 但忘了不是没有 忘了不是没有 还是在里面 所以从因果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说我们 佛法里面 唯事讲心意识 这个角度来看 现在的科学 医学 或者现在的生死学 其实都在证明 佛所说的话 完全是真的 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的经验 想要推翻 这些智者胜者的开示 千万不要 不要自作聪明 我们知道的很有限 我们不要说那个实名 随便一个东西 你知道的都很有限 譬如说像我读数学 那我更知道我懂的数学一点点而已 一点点 但是这一点点 其实在某一个方面 就已经比别人强很多 就在这一块 我印象里面 就那时候去高师大 修教育学分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教育统计的教授 在上课的时候 上到一半 他解不了题 因为他是读教育学的 所以数学比较差 就在那边不晓得怎么办 我就自告奋勇 说老师我上来帮你解 就每一个人 你当然都有你专业的那一个部分 但是专业的那一个部分 其实都只是一点点 所以千万不要对自己太狂傲 没有什么 我们一点都没有什么功德 那一个人越谦卑 其实越有机会 一个人越懂得自己不够 他就越精进 那学佛修行 是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也就是慢慢的 让我们的身心都没有挂碍 不是要变成万能的上帝 也不是要活着就什么都知道 去知道该知道 不是什么都要知道 就跟你的生命有关的 跟别人的生命有关的 这个部分你知道的越多越好 可以帮很多人 包括我们经营企业 做各种学问也是一样 你在某一块里面 当然这个专业你如果越深入 你的影响力自然就越大 你储存的能量自然就越大 所以你有多少智慧呢 只要你真的会用它 它会转换成福报 你的实力会变成你的果报 所以一定要精进 一定要努力 这一世或许因缘没有成熟 你拼了半天 好像没有得到什么果报 但是你下一辈子来 可能就不一样了 那同样我们都在这边出生 那你也可以出生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里面 你也可以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 很不幸的家庭 那是怎么着感 所以身心因果其实有很多好处 但是千万不要误心因果 什么都推给过去 什么都寄望未来 那是不懂因果的 真正懂因果的是 过去的我动不了了 未来我也不想要怎么做 但现在我做的对不对 我是不是做我该做的 这个你很清楚 所以真正身心因果的 一定在当下做最好的处理 做最应该的处理 这个就是智慧 有智慧之后自然有福报 因为你不断的做该做的 做对的事 当然你的福报就会越来越大 好 所以这个对修清净行 没有好印象 没有决定的信心的 他不可能得到大的果报 最大的果报就是成佛 不可能得大果 好 接着说应做所当做 做之需尽力 放荡游行生 增长于育成 我们不要说出家人 其实在家的也是一样 你应该做 你就应当去做 行所当行 那做的时候要尽心尽力 因为为什么要这个样 一方面是你有这个能力 你有这个责任 该去做它 那二方面的 在你该做的时候不做 过去没机会了 因为因缘就是那么巧妙 在你能帮人的时候 有条件帮人的时候 你不帮 以后没有机会再帮 所以行善要及时 做什么好的事情 一定要及时 不要等待 能做 该做 就马上去做 千万不要等 那反过来讲 如果说一个放荡的 只有一个懈怠的 这些游行星 有些人出家人 就是不住道场 今天这边住住 明天那边餐餐 整天好像都很自在 但是就好像漂泊的浮平 漂在水面上的浮平 没有根 没有根怎么会有树干 怎么会有大果 当然不可能 而且我们太随缘的时候 就会增长我们的欲成 欲成就是欲望的对象 成就是成静 那个境界的静 对色生香味醋 你会产生很大的耗药 这个叫欲成 也就是说一个懈怠的人他就比较喜欢享受 一个精进的人他 尽量能不享受就尽量不享受 因为小的享受是损福报的 我可以有很多福报 但是我可以把这些福报都回向给需要的人 就好像我们刚刚在讲那个药 医药医疗一样 那一样福报也是一样 你把福报自己不用回向众生 那就属于财部师 那知识 智慧也是一样 他就是法部师 那你修出来的定力 修出来的那个大无畏的精神 那份比较强的稳定 安定力 就可以形成无畏师 让人家一看到你 心里面就没有恐惧 不会慌张 这个其实都一样的 出家是这样子 那其实在家也是一样 一个尽责的家长 那会让他的眷属 心是安等 心是有希望 这个当然就是供业 共同的福报了 好 不作恶业盛 作恶后受苦 作诸善业盛 作善不受苦 这边盛就是书胜的意思 也就是好的意思 一个不作恶 不作恶的人 他的行为是殊胜的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行为 他绝对不会去做坏事 为什么呢 做坏事以后一定会受苦报 受恶果 好 那接着下来 做诸善 行善的人 他的行为是殊胜的 为什么 他做了善事 有了善行以后 他就不会受苦 善行一定得福报 不会受苦报 那福或其实是相生的 福一于善行 或一于恶行 我们的每一念当下 你若仔细地去做内观 仔细地去看你的起心动念 你都会晓得这一念 到底是恶念还是善念 因为恶念常常会让你的心 飘飘的不安 然后会有点放逸 会有点想纵容自己 那个都是恶念 而善念会督射六根 会射心 而且这个心会放光 会随时想着别人 关怀着别人 这个是善念 或者很直接动机 我就想帮你忙 那个就是善念 那想逃你的便宜 想欺负你 那就恶念 所以善跟恶其实很容易判断 很容易判断 好 譬如边屈成 内外君防护 自护当一儿 刹挪莫放欲 刹挪舒服者 入地狱受苦 这边有一个比喻 就是说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 就好像六个城门 那我们的绝照力 就好像这个守城门的人 你如果随时 看着你的眼耳鼻舌身 对着色身香味处罚 那在这里面 我意识加进来的时候 你把那个意识给照顾好 那就不会开城门 让坏蛋进来 小的这是恶的行为 这是不对的 你就不开 小的这是善的 你就开开来 就让人能够发挥 或者能够收射 不管进不管出 我们那一份内造绝造的心 一定要随时在 那你如果能够把握住你的绝造 你就能够内可以护你的心 外可以护你的根 进一步去可以善解 或者善用六成 在佛法里面有一种说法 供养大家 也就是当我们用我们的 眼耳鼻舌身意来 善用色身香味处罚的时候 就用善的动机 用善的发心 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来运用色身香味处罚 这个叫做六妙欲 妙的欲望 那个欲因为你的动机 是很棒的 所以说它是妙欲 反过来讲 你如果动机是想取 想得 想占有 那就不妙了 所以不是我们不能用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 也不是不能动六四 而是你在动这六四 去呼应你的眼耳鼻舌身的时候 一定要很谨慎 检验好 你起进动念到底是什么 你那个动机对还是不对 好 那么所以一样 外面也要手 不要 我们说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就是一样 礼就是合道礼 非礼就不合道礼 不合道礼或者会乱我们心的 那就不要随便重容你的眼耳鼻舌身意 比如说简单的 来讲 我们如果去看那些沙发的 打打沙沙的片子 其实会增强我们内在的斗争力 就会跟人家抗争 那一样的 你如果看很多那些A片 那些东西会牵动我们的贪欲 淫欲 这很自然 就外面那个静 你如果不如理的去取的时候 其实一进来就会影响你的巴士田 会干扰你的内在的业力 习气都会 所以修行其实很重要的 当然我们就是不好的对象 就尽量能够不应 就尽量不应 那里面起心动念 不好的就赶快让它消失 不要再强化它 不要再迎合它 这样慢慢的就内外都可以修 所以我们自己守护 我们自己也应该像这些将军 这些守城门的人 这样子战战兢兢的守着城门 就怕外敌侵入 外面不能有外敌 那像里面看的时候 里面不能有内乱 我们里面像在社区里面放火 什么那个之后就内乱 明明你在这个社区里面 你在这里面制造一些不好的行为 那就内乱 那我们内乱是我们的心意识 太复杂 不如理 那外患就是外六层 我们常常去直取或者就是要去攀缘 这个都是不好的 好 所以真正的修行要随时插挪 每一个当下都不要放逆 放逆就是不要让你的心迷失了 不要让你的心发呆 更不要让你的心不听话 在那边打妄想 甚至妄想里面带着贪疼吃 那都属于放逆 那你只要一瞬间一不小心舒服 那很可能就造了恶的行为 以后就会遭感恶报 所以一切都是从这个心事这个地方产生 也从这个心事去造作 所以要特别小心 好 接着我们说 不应修而修 应修而不修 怀此邪见者 众生屈恶去 接着下来 连续有三个邪见 第一个邪见就是不正确的见解 不正确的观念看法 这个行为没有什么对不起的 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怎么这么糟糕 这个叫不应修而修 应修而不修而修 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做法 真的很对不起人 愧疑对人 我们一般这样讲 自禅愧他 自禅就是常常检讨自己 这样对还是不对 那愧他就我这样做 会不会对不起别人 禅是重点在 对得起对不起自己 愧也是对得起对不起别人 所以我们说常存惭愧的心 就是常要做这样的检讨 那这边在讲修也就是说残跟愧 也就是我们的行为里面 对得起自己吗 对得起别人吗 常常要去这样思考 但千万不要搞错了 明明对得起别人 但一直觉得对不起别人 尤其我们像小孩子也是一样 我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我考不上太大 那就好像对不起八八 这个想法是错的 完全不要有那种行为 你只要尽心尽力的 到什么地方是因缘 我就拿我的例子 结果我读哪一个大学 高三就知道 因为高三一个晚上 做梦的时候就梦到那个学校 一去一看吓了一跳 所以他应该就 你就注定读这个学校 所以读哪一个学校真的不重要 它是一个因缘 但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实力 我常常讲 譬如这样一守大学 应该不算什么好学校 但一守大学里面 优秀的学生有一大堆 有大成就也有一大堆 台大应该是最好的学校 台大出来找不到工作 一大堆 就拿读法律系的来讲 台大法律系毕业 永远考不上律师的一大堆 一辈子都考不到 东吴 辅仁 这些文化 他已经当到大法官了 你还考不上 所以读什么学校是因缘 也就结果是什么样子 你就接受他 接受他以后不是懈怠 也不是放映 而是怎么样 我在这种既有的条件里面 怎么让他表现得最理想 尽力而为就好 一切随缘 随缘绝对不是懈怠 而是那个已经尽了本分的那种随缘 我已经努力了 结果怎么样 不是我们能够怎么样 所以在这里面 也不要说我赚得比别人少 然后觉得不好意思 这个叫不应修而修 你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你拿多少薪水 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意义 你对这个社会贡献的是什么 这个比较重要 反过来讲就是说 我们的贡献 如果比我们的获得大 在这边我就要帮赖奎讲几句话 若我的付出比我的所得大 那真的你在累积功德 虽然你心里面没有不要认为自己我在做功德 但很明显 你已经在累积你的能量 反过来讲 如果你的付出比你的收入少 你再损你的福报 因为再过一阵子你可能就被cut 你的贡献度没有你的薪水大 他怎么会继续用你 所以获福还是自己招感 你如果不断的都超出那个所得的付出 你当然会看到 我公司越来越好越来越大 都是你不计较的结果 当然你就会被重用 这个不是相怨 这个是一个真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太执着 太计较 太在表面上 太过分别 会让自己不好过 尤其现在我们台湾是 面临的是整个世界的竞争 尤其是本来都在我们后面 东南亚这些国家 中国大陆 这以前都是我们要教的对象 现在他该学的都学会了 所以当然机会就比他们少 因为他们现在买到的机器都比你那时候的好 产值也高 精致度也高 所以你要去跟他们比这个当然比不上 但是那个know how 就是说你的知道 你的智慧的深度 他们可能还是没有办法一下子跟得上你 你只能卖你的智慧财产 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智慧财产 变成可以用的东西 这个不是一下子跟得上 不要怕 但是现在只要是这些容易制造的 我们都已经没机会了 所以如果还停格在过去加工的心态 台湾当然越来越没机会 那你一定要变成一种 就好像做袜子或者做晶片 你帮人家代工 那做的再漂亮可能是两块美金 那去一卖二十块美金 你要不要有自己的品牌 当然要 但是要有自己的品牌 你就必须发得下那个钱 研发会 广告会 所以也没有那么简单 对不对 所以现在大部分都是这些 比较落后的 比较慢开发的国家 在做代工厂 因为人家走在前面的他 有研发团队 有肯发广告会 是 当然他们获利比较多 也是理所当然 不要见人家赚那么多就眼红 你自己要开发你的品牌 那你就完蛋 因为你没有那么强的研发团队 你也没有那么强的那个说服力 譬如说我们台湾也想做手机 你看哪一家做成功的 没有 那个不是那么简单 不要看人家在赚 就想说自己也赚一赚 小钱不赚要赚大钱 还是要看我们有没有那个智慧 有没有那个能量 有没有那个因缘 好 那不应不而见不 应不而不见不 怀此邪见者 众生趋而去 不需要去怕的 偏偏你觉得那个很怕 应该要很小心的 你偏偏就不小心 比如说我们起一个恶念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恶念有什么了不起 不怕它 不怕它你接着下去你就知道了 那一般比如说竞争 或者去爬山 简单啦 就很多很多 其实我们很多为什么会不成就 常常自己跨地自现 就是都还没有碰到就先趴在心里 尤其我们东方 尤其我们台湾 全小的都感到不大 真的 我们的教育 我们教育对子女的教育 真的是训练她没胆量 不是训练她有胆量 就是太过谨慎 什么东西都 比如说这个小孩子 快要去摸到那个烫的东西 妈妈在旁边就叫得很大声 其实她都还没有受伤 就被你吓了一跳 那如果说你比较冷静一点 小的她越来越接近危险 那你怕她造成大错 其实很简单 你就拿着她的手 让她轻轻地碰一下 她就马上收回来 那她绝对不会造成大伤害 所以这个就是不应不见不 就很多东西你不要让小孩子 一开始就怕犯错 怕犯错就不晓得什么是对的 其实对是从错里面学习的 检讨的改变的 所以就像我们讲话也是一样 台湾其实像我们都很会看 英文程度应该都不低 背很多文章背很多诗 但是一碰到外国人 一句话也不敢讲 就怕讲错 你如果到了东南亚的国家 到菲律宾 到尼泊尔 到什么 他们都很敢讲 那个就是从小的教育 我们有实力 但是没有胆量 那现在像大陆 他们没有实力 但是胆量很大 这个就是 当然不是他们对 而是我们也是矫枉过正 他们也太破风 怎么样抓到平衡点 因为你如果有多少实力 就自我肯定 也让人家能够肯定你 那你机会就大了 常常我们就自己不肯定 那你自己都不肯定了 谁来肯定你 所以所有修行必须先有自信 自信就是自信来自于什么 来自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 我知道我是什么 这个叫自信 自信来自于自造自觉 就是常常去内造 常常去看自己的身心 对某件事情的看法 你是怎么想的 对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从小也都在训练 比如说给你一个题目 给你写答案 你写的答案跟标准答案 对几分 那这里面要讲究实力 比如说 你知道平常就很有 懂很多 那一样一个个题目给你的时候 你写出来的答案 可能超出 老师能教的 你就超出那本课本的标准答案 这个常常有 尤其是思想上 修词上 我还是拿我当例子 我还是拿我当例子 那时候在修学分的时候也是一样 那到最后 那个教授叫我起来念我的 念我的答案给大家听 不是我是专家 他是因为不断地在心灵里面 尤其在佛法里面探讨 所以这些世间的学问 大家一听大概就晓得 而且可以突破 可以把它增上 所以当然讲出来 就不只是书本里面那些东西 那个教授也就觉得很好 就这种说法蛮有创意的 所以还是要自己多下功夫 非过思为过 自己没有过失 但是你认为自己犯错了 然后明明自己有过失 然后自己以为没有过失 这个就是不正当的见解 也不正当的看法 不正当的态度 这个都会让我们趋向而去 因为不断地犯错 最后一个 过失至过失 你不对 你就知道这是不对的 然后对就知道是对的 这就如实了之 跟实相相应 跟真的东西能够配合 这个就要正见 所以我们说正知 就是过失之过失 无过之无过 这个叫正知 它是什么 我知道它是什么 那正见呢 这一步知道这个 那知道这个有什么用 所以正见是另外更高的东西 正知只要能跟手相应 就叫正知 而正见是有引导性的 比如说你有智慧 智慧拿来干什么 我们一般人当然智慧就拿来实用 在日常生活里面用 那这个是世间法 世俗的智慧 但是佛的智慧不仅是这个样子 入世要能够适应 更要带往出世 而带往出世就能够突破 能够超越能够解脱 能够圆满 这是佛法的知见 好 那么如果我们随时都有这些正知正见呢 当然我们就慢慢能够趋向上去 我们的境界 福报 智慧就会越来越高 那当然最高就是能够当这些 如果以小圣来讲就是四国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那如果大圣来讲叫十地的菩萨 那到最后变成等觉 妙觉 就成佛 好 时间刚好 给你们评几分前了 不好意思 好 这后我们来回想 好 这后我们来回想 好 最后我们就念三声的 Om 阿 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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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应该很舒服 你念Om的时候你会觉得 这头就有点 扶平然后有开的感觉 阿的时候就感觉整个心打开了 Om的时候就变成一股很大的能量来充电 Om 一震 那全身的细胞就会得到养分 得到能量 所以真正的修行不是靠吃很多营养 也不是靠睡很多觉 修得越好 越不需要吃 修得越好 越不需要睡 只有不吃不睡才能够随时保持精进 保持清醒 你看每一次如果吃饭以后 大概就会昏沉一下子 尤其吃得太饱 撑得头昏脑脏 身体也就变得顿顿的 你如果随时保持半饥饿 尤其 其实我们要激发我们的潜能 潜能 常常是在最困顿 最饿最累的时候 给大家参考 保持四个体育 切成的 我们下个体育 我们下个体育 那么多 把体育 我们下来